大家好,今條影片跟大家示畫一隻末日廢土背景 像素風格的彈射策略遊戲 就是這隻流浪方舟 有興趣的,在這條影片的內容中有連結下載 故事設定就發生在近未來 在網絡裡面孕育了一個AI出來,而且它發生了半變 跟人類打仗最終我們就用了大量的核彈 換來短暫的和平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人類都很難生存 所以幸存的人類就一起住在一些陸上的方舟上面 這隻方舟也就是我們的基地 究竟這隻方舟是什麼樣子呢,我們馬上進入遊戲看看 其實我已經玩了一會去了解過操控 現在畫面上看到這隻正在走的就是我們的方舟 可以看到它的形象就像一隻機械獸 有幾隻機械臂在地面走走 它的背上就好像一個多功能轉遊平台 對不對 這個設計是挺有趣的 以及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放置獎勵的位置 它做到好像一個夾公仔機 久不久就在地面撈一些有用的物資上去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搞笑的 不過這樣又配合我們拿放置獎勵的玩法 因為當它收集完一輪的廢物之後 我們就去拿一些有用的東西回來 看完這隻方舟,我們講一講操控方法 其實應該一講大家就會明白 玩法很簡單,戰鬥的時候 當我們行動的時候 只要隨意把手指按到螢幕上 你覺得方便的位置 再向其中一個方向拉 你就會看到操控角色的彈射軌跡 以及當它攻擊到敵人之後 敵人會向什麼方向彈開 左上角就可以看到角色的主動技能 好像我現在用這個 裝中任何東西都會放一隻搖控木馬出來 去攻擊全版的敵人 其他角色的玩法各有不同 這件事就要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以及攻擊敵人的時候 只要它碰到我們任何一個角色 都會當是攻擊到它,是扣到它的血 所以最好就可以用一個包圍的戰術 讓敵人可以在我們的英雄之間反彈 就可以快速攻擊他們了 現在其實我只有五隻英雄 所以我就想抽多一點點 進來招募這裡是一間巴黎 我就已經儲存了71抽 另外就還有5000石可以用 其實我自己就很希望可以抽到梅道沙 又或者旁邊這個盒客 我們看看梅道沙的能力 主動技能是很特別的 因為當場上有友方的英雄的時候 它的最低生命值就是1 即是說場上如果還有惡方的英雄的話 它就不會死了 下拍一看它就覺得好像是一個修女的造型 在神話裡面它是青春女神 主動技能有一點特別就是在惡方回合 如果我們有英雄扣了血的話 它就會幫這個英雄附加聖盾 而且會永久提升攻擊力 是很強的輔助技能 另一個限時就還有一個潘朵拉 它的盾的造型有幾條猴身出來 真的有點像蛇頭 它的主動技能可以說是清場的大招 就是會燃燒惡方全體HP上限50%的生命值 再根據燃燒多少HP 去對敵方全體造成傷害 如果我們的團隊有人幫忙補血 就會是很強力的攻擊 基本上它一出招我想對方就已經被我們全滅 看完我想要什麼就馬上抽一下 來吧 它好像是發射信號召喚國風的英雄過來 海倫這個我已經有了,很好用 雖然它是SR 再來上我,這個我也有 我記得做任務可以拿到 它超級厲害,一到場就會自動用之火神去攻擊敵人 稍後我們看看它的技能 接著是海克力斯 哇,又真的畫得很大力 你看,拿著200公斤 接著這個SR是笑號 都不錯,抽到一隻SSR 加三隻SR,好,再來 這次的新角色就抽到一隻 赤松子 第30抽 有SSR 布拉基 是奧丁的兒子 這些SSR好像都很容易出 第40抽 這次有5隻SSR 還有2隻是新的 第50抽 這次又差一點,只有3隻SR 第60抽 來了來了,有SSR 潘朵拉,想不到這麼快可以讓我抽到它 還要不用限時都抽到,真是幸運 1隻SSR加3隻SR 第70抽 好運用了,只有2隻SR 不過不要緊,我還有6000多隻,即是還可以抽到一個限時UP 試試看能不能抽到梅杜莎 來吧 馬上就有SSR 是什麼 黑帕 還有一隻 也是黑帕,那我可以幫它升級一下 可惜抽不到梅杜莎,不過不要緊 我們培養英雄,主要就是培養5隻 舊英雄拉下來不做領袖 他就會退回之前用了的道具給我們 我的隊伍一定會用這個黑耳莫德 因為他出場的時候會幫我放假攻 接著要培養的就是潘朵拉 黑帕都放上來 剛才常外有抽到重複,所以就可以幫他進化 令他變成獵變家,其實所有數值都會加了很多 而且就會多了一個插槽 開了插槽之餘,還多了一個專屬技能 就是隨機對敵方單位造成10次傷害 原本他的主動技能已經有20次傷害 就是說一到他的行動回合,他就會對敵方造成30次傷害 其實真的很強力 還有一個提取功能,可以將一些不要的英雄碎片轉換成為核心 剛才常鵝進化完就解鎖了一個欄位 其實就是核心這裡,我們可以幫他附加不同的加成 剛才我說常鵝有活動會送的,其實就是玩這個常鵝之餘 是開伏7天的指定任務 充滿100分就可以送常鵝 最終就可以拿到他的專屬外觀 還有一個系統叫做核子花園,其實就是要來培養寵物 直接幫我們全體的英雄去附加各種不同的能力值 花園升級的方法就是要我們進化英雄 平時抽下東西很容易就會拿到碎片進化英雄 在這裡最有趣的玩法我覺得就是怪物狩獵 其實就是用一個我們已經上陣的怪物玩一個類似波子機的遊戲 就是要用它們去對付一些進擊的機械獸 現在我在玩的是最低級的,其實很容易過到 不過再高一點的,大家就要... 可能要用一些技巧或者高級的寵物才會過到 現在我的隊伍暫時就是這樣 挑戰副本應該是沒有難度的 當然要下場給大家看看 首先就是哈爾莫德 對著小竹就放心撞上去 第二回合一下就下來了 他就打這裡,一次可以打到兩個 第三個 第三個回合上我出場 接著就蘇射 如果他剛好掃中的低血是會很開心,因為有機會掃死低血 蘇射完還可以行動 接著就到海倫 海倫就打這個位置 唉唷,這麼幸運,只撞到一個 好了,潘朵拉出場,放大豬 一起扣血 搞定,兩隻NPC一起死 那就完成戰鬥了 其實除了推圖之外,還有很多PVP玩法 而且是真人對戰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玩一下排位賽 決戰巔峰 不過PVP排陣方面就會有點不同 第一個出來,我會先排上河 可以最大化他的出力 接著就是客拍出來 他本身就已經可以幫自己加攻 是每回合會扣血 接著就是齊鴿飛 其實就是想要他對全體造成攻擊的能力 第四個就是後藝 每次有敵人受到傷害,他都會有一個標記給後藝 每20點標記後藝就會攻擊他一下 所以每個回合都會這樣攻擊的話,攻擊力就很可觀 最後是握鵝絲 大家看過造型就知道是要來補血的 只要他攻擊的時候可以碰撞到我方單位就可以補血 現在就進場試試 第一個行動的是上俄,我就原地 不要走那麼遠 對面就出客拍 還有留意一下,競技場玩法每個人的等級都會去到上限 所以其實就很公平 最主要看大家的排陣和策略 撞這個我應該可以撞到後面,沒錯 他有梅渡沙,我想要 那就要小心 梅渡沙是會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那我就撞到這裡 哎呀,穿過了,不值得 當然是我鬆手了才不會動 對面出海鱗,會打到全體 後藝 撞一撞牆 這樣撞過去 好,再打兩個 還有攻擊來 敵方出亞瑞斯 好傷 被他撞了那麼多次 到我的亞瑞斯出來了 幫齊格菲補血 後面也補到一點點 一樣說,他一出場被我打倒了 對面竟然最後才出上俄 他有點吃虧 我的齊格菲補血都頂不住 上俄的攻擊死了 可惡 剛才人家扣2千多 我加完攻擊後扣4千多,超厲害 對面已經有很多殘血 那我就撞這裡 後藝攻擊上可以補血 對面打了一隻補血 幸好沒事 那我就打角落頭 又倒了對面一個,他們剩下三個 不過他上俄攻擊的危險 不能補血 但我還有上俄 KO他們 很不值,很多發子彈都打了去 回到沙子裡扣0 不過不要緊,他兩隻都殘血 這樣撞過去 KO一隻 好厲害 好厲害 他剩下的那個 那隻梅道3不用怕 一撞就糟了 這樣就完成了 除了決戰巔峰之後還有一個12勝試練的玩法 這裡的玩法其實挺講運氣 因為就會在所有英雄裡面隨機出現一些給大家選擇來參賽 如果大家有實力連勝12場的話 就可以得到3000顆軟石獎勵 不過大家看到出什麼英雄就不定 每次出3個,3選1 一共選8個英雄 大家就可以選5隻去出賽 所以是要求大家對英雄非常熟悉 才可以靈活地運用到他們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不是跟電腦打 而是跟真人打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很有挑戰性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在這裡切磋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對這隻流浪方舟有興趣的在這條影片有條連結 馬上下載一起快樂彈射一起彈彈彈彈彈 在這條影片下載一起快樂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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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